正前就來規定 坐這個台中文書工具 一定要來掛嘴鞍 但是 也是有人沒在信到 申辦事的路周朵一個太太 坐公車 沒掛嘴鞍 公車的司機跟他看到 沒效 只好來報警 結果這個太太 正義告定的這個是假警察 又把警察的嘴鞍描掉 把警察的面臉撩到胸 實在是很傲慢 一陣子公車頂 只有佛林郎就位生客 但是沒有掛嘴鞍 嚇毒警察 佛林郎都不知道 違規的政樁多嚴重 甚至還有這位民政的司機警察 警察是因為行司法第四條規定 只要我們有備當就是主義 只表彰我們是警察 讓人家外星就想要走 但是派包子被丟掉了 開始塞性地 發脾氣 把警察的嘴鞍描下來 正跟這位最健碗的臉 這嘴鞍白紅的分枝 全案依照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以請衛生單位偵辦 同時依照刑法的傷害 以及妨害公務的罪嫌 以送地檢署來偵辦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 可能比法三千到萬五 上海罪是五檔遺骸 尤其倒行 副業那才是五十萬遺骸 發金 那是洪海公務的 是三檔遺骸 尤其倒行 副業那才是九千塊遺骸 發金 不過一片嘴鞍也只顧五可欠 一片嘴鞍也只顧五可欠